好的 那么什么是A字霸王沙呢 它就是A字架拍法和霸王沙的结合 今天我们这一期先讲一讲霸王沙 首先霸王沙通常有两大误区 第一 它没有引拍 实际上没有引拍是对它的一种描述 而不是真的没有引拍 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慢动作我们可以看出 为难的出手虽然很快 但是依然有引拍出现了边甩发力 那么这个挤和爆发力出来 是不主动引拍 那么传统的沙球方式 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引拍 来增加我们挥拍的边甩 那么霸王沙呢 它要求的是 我们通过转体 而且是爆发力转体 来带动上只自己去进行引拍 来看一下 我向前一转 我的球拍自然而然就会向后去背拍 霸王沙的要求就是把爆发力做到极致 这个是我们的引拍 你们没有引拍就没有边甩 好我们看龙哥 引拍之后到击球 有明显的旋转发力 以及击完球之后的旋转泄力 那么第二大误区呢 就是向下按压 那么按压 也是为了让你能找到一种向下砸的感觉 而不是让你真的去向下按 那么首先我们拿到一个高位 那么我们还是要通过转体带动出来的背拍 去做旋转发力 手上要有一个内旋 以及旋轴 接下来是我们的架拍动作 而且为什么这么架 我都会告诉你们 首先我们架好拍 肩膀要锁住 那肩膀锁住是第一个提高拍速的地方 也会防止我们受伤 如果说我的肩没有锁住 那么随着我的爆发转体介入 我的肩膀会受到一个剧烈的拉扯 那么会导致它受伤 而且它会出现什么 动作变大 那么我这往后一拉再往前一走 这个动作就变大了 那如果我锁住呢 它既不会受到拉扯 也可以直接进行出手 那么第二个锁肘 那么我们把肘排起来的目的是为什么 在挥拍的过程中 不会用到大臂 挥拍的过程 我们大臂只起到了什么 带动作用 你看它只是被我的肩膀带过来了 而第三个 球拍为什么要立起来 球拍如果不立起来的话 可不可以也可以 但是它的动作会尽可能的大了 比如说我现在往前引拍 我还是虽然是腰腹带动着背拍的 但是看到没有 这个背拍幅度肯定比这个直接立起来的要大 比如说我这么架拍 这么架拍 那明显立起来 它能让它的背拍变得更小 而且我们架拍立拍的角度呢 也不能超过90度 一旦超过90度 就会从肘的甩动而变成了翻动 人在家中堂 球技心中长 上次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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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